彭承鱼丸 彭承鱼丸是江苏的传统名菜 做这道菜所用的原料有 猪肥镖末50克 鲜鲤鱼肉350克 水发粉丝100克 熟火腿片20克 鸡蛋清适量 鸡清汤菜心 葱段姜片适量 葱姜水 调料有绍酒 麻油 精盐水淀粉和味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彭承鱼丸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将葱姜水倒入鱼肉内 加上少许的肥镖末 还有粉丝 蛋清 再加入料酒 鸡汤 鸡汤 精盐 湿淀粉 搅拌上劲 鸡汤 酱汤 游泳 鸡汤 酱汤 东洋 吴汤 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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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汤 酱汤 酱汤 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鱼丸煮熟后捞出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放入葱段姜片 煸香后倒入鸡汤 剪去葱姜 把煮好的鱼丸下入锅中 再加入火腿片 冬菇片 再放入精盐 料酒 味精 炒锅上火 炒锅上火 冷水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烧开后 用锅上火 用水澱粉勾芡 最后淋上麻油 装入盘中即可 做这道菜要注意 鱼泥斩得要细 水发粉丝与鱼泥的比例要适当 水窜鱼丸时窜手即可 不能尝试煎煮 以免质地变老 现在蓬城鱼丸这道菜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造型新颖 洁白细嫩 味道鲜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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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